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靠准》经过第一次审问 知道这个案子光在大堂上问不明白 于是他决定要亲自下边关查访 这个边关查访可是问题严重了 这一查访就能够把攀红的事全都查访清楚 西公娘娘知道了 西公娘娘从两个方面知道的 一个是他给她送的礼 叩准把她送到了南清宫 这是第一个西公娘娘心里边犯合计 心想我等于给叩准送的礼 让八千岁把把柄就给抓住了 第二点呢叩准要亲自下边庭 要查访潘阳两家的事情 西公娘娘一听 这一查访事就漏了 那怎么办 西公娘娘想了个办法 你不下边庭吗 你不上边关吗 你得走啊 你得一站一站地走啊 我想办法把你杀死在路上 西公娘娘动了杀机了 说娘娘动了杀机 怎么动杀机 在宫里边派人把扣准杀了 那不可能啊 把宫里边怎么派人呢 那是皇帝的命官 杀了皇帝的命官那多大罪名 但是西公娘娘潘月英 有自己的办法 她自个儿暗自离开了公园 回转潘府 潘人美虽然被寄押 家还在这个东京边梁呢 潘府老大一片宅子 西公娘娘悄然地晚上 回到了潘宅 娘娘这一回潘宅 她的母亲就是潘人美的媳妇 马上就知道了 说迎接娘娘 迎接奉嫁 续这个君臣之礼 那个事很简单 倒在潘宅 娘娘不说这些 跟自己的母亲就说了 娘啊 这个事要麻烦了 怎么了 你爹这官司怎么样 这官司啊 真是 皇上怎么给找来这么一个扣准 这个扣准 也不知贪了老杨界多少钱 或者是八千岁给了他多少钱 反正是我瞧这意思 都向着他们 怎么呢 怎么向着他们 一个是大堂上 还没看出来什么 但是 过完了堂之后 他在皇上那里 讨离到圣旨 他要边关查访啊 一到边关查访 这事不就麻烦了吗 尤其是 他要是查访着 杨彦斯的尸体 那么就更麻烦了吗 那我爹这官司就没个赢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这有一个办法 咱们家 不是有个护院的叫潘松吗 对 有个潘松 这个潘松 我没出阁的时候 他就在咱们家里头 给咱们护院的武艺高强 人送外号铁壁罗汉 对对对 是叫铁壁罗汉 他还在这吗 在呀 把他给我叫来 谁也别惊动啊 谁也别告诉 不让任何人知道 潘仁美的妻子 马上吩咐人 把这潘松叫来了 这潘松晚上当在客厅里边来见娘娘 一看娘娘 马上跪到客头 娘娘先醉 小人潘松给娘娘见礼 潘娘娘一看这潘松 这潘松三十多岁的年纪 不到四十 十几岁就到这潘府里来了 练武术的 这潘松连贝罗汉的短岗人 宽坚阔北 杜大遥远 娘娘看了看潘松 潘松 你在到我们府里 待了多长时间了 回娘娘的话 我到潘府 时光真快呀 二十年过去了 娘娘千岁 我待了二十年了 哦 潘松 我问你 二十年待得怎么样啊 哎呦 娘娘千岁 我自己觉得自己啊 是自己上辈子 积了殷功了 要不然的话 我就不能到潘府里边 来保镖护院 到这以后 这二十年 潘府对我 可以说天高地厚之恩啊 无以为报 我只能是竭尽全力 为您效力啊 哎呀 潘松啊 真是啊 你要竭尽全力 为我效力 我问你 娶妻了吗 哼 娘娘 还没有 还没有 练武之人 不愁娶妻啊 我就想练这身功夫 为潘宅护院 我就足矣了 哎 潘松 我听说啊 你号称铁壁金刚 这个铁壁金刚 是怎么得来的 哎 娘娘 这个铁壁金刚呢 是大家捧我 就是我练过铁胳膊 我这胳膊 就弹不住 在那立着我 咔 一磕就断了 我能连磕十八根 弹不住 踢 我也能踢 弹不住 能踢 能磕 啊 潘松啊 既然这样的话 今天 娘娘 我有件事情 要求你帮忙 怎么样 求我帮忙 娘娘 你没进宫的时候 你看我练过弓 进宫以后 你也不常回来 所以今天 你要有事 求我帮忙 宫里边那么多人 还用得着求我吗 潘松 我在这儿求你 自然有求你的道理 告诉你 知道我 为什么求你吗 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国障太师 摊上官司了 是啊 听说 把国障太师 寄压在朝中了 嗯 这件事情 扬言招 却要诬赖太师 说太师害死 他的爹爹 杨继叶 为这个事呢 西台狱使 刘裕 曾经问过 本来刘裕 是秉公之法 结果 被你八千岁 一瓦面金简 给打死了 打死了 刘裕 满朝大臣 没有一个赶奔案的了 可是最近 偏偏要从穷乡 疲扰 山西峡谷县 调了一个县令 扣准 这个扣准调来了 这可就是八千岁的人了 他把他调来之后 这个八千岁 对这个 扣准 恩爱 有加 他给他很多东西 老杨姐也给他送了不少钱财 所以扣准呢 他要想办法 给潘太师 栽赃陷害呀 他在东京边梁 找不着栽赃陷害的把柄了 这个扣准最近 就想要下边关 私自查访 去寻找潘太师的罪证 潘总 你知道吗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啊 他要给潘太师 加了罪名 他倒在边关 怎么着都可以找到呢 所以我就想啊 这个事 只有把这个扣准要除掉 才能解决我的心头之患 潘总 我想把这个事就让你去办 你能不能自己担任一个 跟随扣准 在下边关的整个过程当中 司机找机会 你把这扣准 给我杀了 杀了扣准 回来禀报于我 这一说这句话 潘总当时呢心里边就觉得咯噔一下子 把扣准杀了 对 这潘总听到这一句话心里边想了很多事 为什么呀 潘总听一下 扣准西太御史 四品官 那是皇帝的命官呢 刚调来的 四品官给杀了 杀了我怎么办 我跑得了吗 我就能跑 要是发现是我杀了 把我再抓住呢 我就完了 啊 娘娘 我把扣准杀了 你记着 你把扣准杀了之后 你愿意逃回我的府中 可以藏在我的府内 没人敢来找你 这个攀府就是你的保护伞 如果你不愿意在府中待呢 远走高飞 你可以另寻出路 我知道 你现在还没有娶妻 更没有生子 你已经这个岁数了 快四十的人了 该过点安生的日子了 你把扣准杀了之后 我到时候 我给你准备 百两黄金 千两白银 你带着这些东西 回转你的老家 越偏远越好 不见得是你的园机 可另找一个地方 这些房地产 再找一个漂亮姑娘 把她娶过来 作为你的妻子 给你生下一个儿子 把你儿子拉成长大成人 你儿子长大成人之后 你派你的儿子 写上你的信 到我的公园里头 找我 找到我 我只会给你安排一个 很好的职务 你的儿子 就可以在公园里围观 潘宗 此事如何 你要再思 再想 潘宗一听 是啊 娘娘这活给我安排的 挺到位啊 人家考虑问题就是细致 我把口准杀了 回来跟娘娘一说 给百两黄金 千两文银 我回去找个地方 置地买房 娶媳妇 生孩子 连母儿子的这个 就业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娘娘想的 不够全面的嘛 到这份了 我还说什么 娘娘 好 小人愿意为娘娘效劳 好吧 此事 绝不跟别人在演讲 知道了 娘娘我知道 成不厉害 这是牵扯到身家性命 娘娘 谢了 我开始做准备 告诉你 扣准明天就动身了 扣准下边关 这一路 他要小心夜入 你就找机会 就把他杀死 然后回来抱我 是 潘宗回去了 回到自己家里 马上找出来 常用的一把鬼头刀 这把鬼头刀 双血槽 找一个摸到石子 摸了一小刀 潘宗一看 就这一口刀 扣准 你手下戴的人 可能是你的差人 是你的亲随 要论武艺 绝对不是我的对手 好了 潘宗第二天 乔装改扮 把这个刀带着 他也跟着下边厅而来 跟扣准一天走的 扣准是一早晨 带着十乐个随从 还有张朝六盖 离开了东京边梁 奔 边关而来 扣准呢 根本不知道 娘娘还派出一个刺客来 这个刺客是暗地的跟随 小刑业主 积残可隐 这潘宗呢 一路上一直找不着下属的机会 心想 我要是把他杀了 我得能够脱身再行啊 我不能把他杀了 我被人家逮住 来不完了吗 所以跟来跟去 跟来跟去 这天扣准 他们就来到了戴州地界 有个地方叫三郊镇 到了三郊镇 这个镇子不小 扣准他们往这镇子里边一走 走到镇子里头 前面有一个店房 这个店房呢 看来三邓 十字头台阶 门口上站着个店小二 这个店小二一看 扣准这行人一过来 十了个人呢 都骑着马 马上又入套 店小二主动地过来了 长官我把话当 可爷 听跟呀 您老别走了 再走身体阀 住在咱的店 那村到了家 进店西连水 那个算白大 您老要喂马 我去把草炸 炸得碎碎的 不搁马的呀 您老要吃饭 吃什么有什么 要吃糖烧饼 一个小钱仨 要吃乐果饼 一斤要七个 您老要上厕所 手指一大枪 毛方有板凳 不用您蹲下 要住可别住 对过那店啊 对过那店里太阿大 房子多年了 顶着哗啦啦 跳着满开上梦 臭虫满墙爬 昨天马上住些四位客 一宿摇跑了仨 可以住店吧 扣准一听 这个小子挺好 肯定留口哲啊 好 偷钱带路 就住得在这里了 一说这么的 这些人就进来了 好房啊 好房喂马 马都喂好了 穿到草头上 扣准呢 也跟他进到这个店房里头 张朝留盖 不离扣准左右 为什么 他这一下边停的时候 八千岁知道了 特意嘱咐张朝留盖 你们两个人 不离大人左右 前后一定要好好地保护着大人 扣准住下之后啦 天色尚早 少许人吩咐买了点饭 吃完喽 吃饱了喝足了之后 扣准就说啦 咱们刚到的这个地方 这叫什么地方 三郊镇 三郊镇 咱们上外边看一看吧 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好不好 好 好 几个人稀里哭咕咕出来了 他们这一出来 潘松呢 也随后 看见扣准住的这个店里了 潘松也住在这个店里了 他住的可不是一个房 他住的这个店里 扣准住的是正房 潘松住的是配房 这个潘松住在配房里头 在这个配房屋里坐着 把窗户直捅个窟窿 隔着眼睛往外瞧着 看着扣准的行动 一看扣准 他们有大屋子里边出去了 说要上街逛逛 前呼后拥的好几个人 潘松一想 扣准就住在那上方屋了 就那屋 他们今天出去要逛一逛 机会来了 潘松心想 你逛 我今天我借这个机会 我上你那屋去 我就藏身在你的床下 我在床下一待 如果他们要回来 发现了我 我就说我想偷点东西 盗贼 他们把我扭送当官 也就算罢了 如果发现不了我 我就在床下藏身 等到三更半夜 扣准睡着了之后 我从床下出来 手起一刀 我就要了你的命了 提着你的人头 我连夜跑了 对 潘松是骑着马来的 那马在草头上拴着呢 潘松心想 我又是杀了你 我就把人头带着 回去向娘娘禀报 对 想到这儿 潘松呢 你看把桥洞呢 由他这屋子里边出来了 他那个刀在身上背着呢 假装上厕所 上了他厕所 回来 没进这个那个屋 瞅着院子里边 周围没有人 有的电器儿 在屋里边 有的电器儿出去了 潘松一抹身的功夫 就到了扣准这屋 到了扣准这屋一看 一个人没有 正方三间 东间那边就扣准住这屋 那边没人住 潘松一看 我就藏这床底下 一抹身的功夫 钻到床底下了 钻到床底之后 潘松心想 我一点动静都不能有啊 等他晚上回来 睡着喽 我好出来杀他 他在床下怎么 等着扣准回来 这扣准没回来 站哪儿了 逛街去了 到街上 看这个三角镇 老百姓 生活的怎么样 扣准就有这么个习惯 从他那个峡谷县的时候 就想成这么个习惯 走到哪个地方 总要观察 风土人情 到三角镇来也是一样 扣准在大街上走着 东撒西看 看这个三角镇 代州地界 边关地区 没有什么特点 走着走着 前面到了十字街了 到十字街这个地方 围着一帮人 干嘛呢 看卖艺的 这帮人围着 离三层卖三层的 扣准看张朝六盖 张朝 你这个武艺怎么样 哎 大人 我这武艺一般 哎 这有个卖艺的 看看怎么样 张朝六盖 以及其他随从 跟着扣准 站在人群外边 往里边看 一瞧这里头 正好有一个 黑油油的小伙子 手里边拿着一个大铲 人正在里边练的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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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打着风声骤气 呜 呜 呜 扣准就问张朝 怎么样 他练的怎么样 不错 看出来了 少果名人之教 高人传授 这位怎么试铲呢 铲这个东西 但是得有力氣呀 沒有力氣不能食禪哪 你看他這個功夫得有幾天的功夫 我看他這功夫啊 張超主這功夫看來童子宮 起碼十年等不住 好功夫 嗚 嗚 嗚 這禪耍著耍著 這黑小子啪 禪一亮 怎麼樣 喊了一聲 大火鼓掌 哇 好 好啊 好 我就跟你們再練一趟 啪 啪 啪 嗚 嗚 嗚 又打一趟 打完了一趟之後又站住了 而鏟一尺 這個怎麼樣 好 好 靠著一看 這個賣衣的是不是都得要錢呢 他怎麼不要錢呀 光在這兒練不要錢 他是不是缺心眼 劉蓋說可也是 大人 他是有點缺心眼 咱們給他點錢吧 給他點錢 給他點錢 劉蓋一伸手 掏出了一個散碎音量 啪啦 扔底下了 扔到底下之後 這個小子一看 呀 還給錢的 啊 還給錢的 謝謝 我再練一趟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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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練了一趟 這段練完了之後 這扣子一看 這個小伙子啊 長得 短粗胖 黑猶豫的臉堂 這個臉 兩個都重眉毛 這眼睛是大小眼 一大一小 啪啪鼻子大嘴叉 厚嘴唇 海峽無須 手中拿著大鐵鏟 這本是個鏟面 這本是個月牙 這個鏟耍得是帶動風生 非同一般哪 張超劉蓋看到這裡 就跟扣准說了 大人 這個人呢 是真有功夫 我跟您這麼說吧 我們哥倆這個能耐 跟人家比不了 我瞧這意思啊 您應該把他收著 當您的寶衛 素不相識 當什麼寶衛呀 咱們就給他點錢多了 好 給錢 這個傻小子 完了又練了一片 練完了的時候 把這個鏟障一橫 怎麼樣 練好了嗎 我也練好了 我也不練了 再練就累了 回見吧 鬥散吧 說個鬥散 稀里糊里大伙都散了 鬥散了之後 人都走沒了 救生口 潤張潮流蓋了 瞅這傻小子 心想怎麼回事 大伙都散了 他就是為了顯示顯示 自己這點功夫啊 這傻小子忽然才想起來 哎 怎麼都走了 回來還沒給錢呢 咱們下次再說 哦 得了 好 等待會兒 來看吧 我們到晚了 我們到晚了 我們來看吧 我們到晚了 我們到晚了